趙華康說 直此時刻蔡政武還在校正擴大裂痕 我們什麼時候跟他校正啊 他說如果這有本事 真覺得我們依賴大陸少 有本事就報復叫台積電車廠 給大陸一點顏色看看 趙華康說 我們他們買我們水果 我們就認為是統戰 不買就是阿爸 總有一個是對的嘛 買你也罵 不買你也罵 到底是怎樣 台灣真的很奇怪 通常兩個國家區域貿易金額 就這麼大的時候 政治上這麼敵對 大陸外銷美國順差四千億美金 台灣這麼小有一千四百億 我們姿態這麼高 真有本事 不要只是大內宣吹牛 我想請問問委員 這有什麼叫台積電車廠有什麼關係 這種嗆毒的人想要酸總統 我真的覺得台灣的民主真的太可愛了 什麼人都可以算 第一個在經濟上的供需 供給跟需求 不是完全誰依賴誰 比方說台積電的晶片 我賣給中國 那早就說我要聽中國的 可是因為技術在我這邊 你沒有我不行 反而是你需求我 所以供需每個產品的價格都不一樣 那有關水果我沒有看過台灣拿水果 在嗆毒中國的 你講我們講說有那個借殼蟲 我們去年10月19號 農委會就政經的處理 在產地改善 100%都沒有了 哪裡有嗆毒 今天是我們改善到零借殼蟲 四個月喔 對啊 是中國自己拿借殼蟲當理由 進了我們的農民 然後農民在干扣 我們政府想盡辦法轉單 轉國外的訂單增加三萬噸 然後我們國內的訂單也增加兩萬噸 我們這樣來解決 照照方你現在在罵說誰在嗆毒 你沒有看到中國的奧馬嗎 這個是每人對嗆毒的定義不一樣 我們只要講尊命才叫不嗆毒 其他的都要 我們要卑躬屈膝的 這才不叫嗆毒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任何國家會不會把經濟全部 寄望在某一個國家說 你聽我的話我就跟你買 我就問這麼簡單道理 任何人當總統 任何國家 該不該把我的經濟交給某一國 我聽你的話你就給我買 我不聽你的話你就不給我買 然後他還要偷我們的技術 沒有人會這樣經營國家的 請教方老師 你覺得趙紹康選總統會上嗎 不會上 我覺得不會上 他今天講這種話 你這個問題要修正 他到底會不會選 我覺得趙紹康他今天講這個話 年輕世代不會接受 主流民意不會接受 他就是活在國民黨 那個民國四十年代出生那一群 在兩蔣實習受教育的 然後看在兩岸交流 他們那邊吃喝拿到好處的 那些買半階級的話 那你今天如果一昧的唱衰台灣 我覺得其實他 我覺得剛剛我也贊成定位 我跟你講 經過這次的疫情 我們台灣人真的有自信 那台灣的經濟最不好的時候 都是什麼時候 就是兩岸交流互動緊密的時候 就是馬英九執政那八年的時候 為什麼兩岸越疏離 台灣經濟反而越好呢 所以我不像我們今天不求於 我們不挑釁中國 但是我們也不求於中國 也不求你施捨跟我們飯吃 我覺得這是台灣人必須要有自信的地方 那王老師 趙曉康他們選總統會不會上 就剛剛講他能不能選都還是問題 國民黨會不會讓他選都還是問題 他選絕對不會上 為什麼 光他剛剛講那個說叫我們就 有種就把台積電撤回來這個說吧 中國用流氓貿易的手段對付台灣 趙曉康那個說像不像中國的流氓貿易手段 所以他的想法跟中國一樣就老麻 台灣不是我們是尊重自由貿易的一個國家 我們讓市場機制決定一切 你不爽買你不要買 但是我們按照我們的規格來做 有藉可從我們依照國際規範處理 不是像你就不管 然後放在這邊 就這個這個 然後突襲式的這樣的作法 所以趙曉康這個思維 不就跟中國的思維一模一樣嗎 這個叫做流氓貿易 我順便講一下南華早報跟國台辦 剛才有說南華早報公 這是什麼台灣跟中國 未來這個貿易戰的開始 貿易穩定的日子結束了 可是你看到剛才國台辦怎麼講 我們都是按照正常貿易的規則 你這個有生物的危機風險 所以我們把它停止 我在想到底是南華早報 環球時報神經錯亂 還是國台辦神經錯亂 為什麼他們內部對於這件事情 講法還這麼樣的莫衷一事 所以這個問題就代表什麼 中國內部對於這件事情 他們自己心想也抓不定 才幫他處理 我接受到剛剛說 叫蔡英文把台積電 在南京的廠撤回來 我覺得你應該跟中國習近平講 有骨氣一點 把台積電踢回台灣 幹嘛還留在南京 台積電有戒殼蟲 對啊對啊 把他踢回來 不要再怎麼可以讓台積電 又是台灣的這個護國神聖 還留在南京 把他踢回來 他為什麼不敢跟中國要求 他要我們把他撤回來 是 所以我覺得今天趙少康講這些話 我覺得他如果還是跟著中國的那個步調在走 但是我覺得他們同溫成聽得很爽 很高興 可是那是不是主流的民意 那是很重要的 那邱阿翔你覺得趙少康選得上嗎 不可能選上 但是現在在做這些議題的時候 五月到八月 國民黨黨主席選舉 因為那種特殊選民 他是佔優勢的 所以今天趙少康這樣的做法 他能選嗎 我看他連主席都不會選 他不能選 但是造成壓力 當然中平會 中常會不能過 但是可以動用黨員 動用壓力 所以其實今天最痛苦的 應該叫做江啟臣和朱立倫 他們準了半天以後都沒了 因為最後國民黨 比較悲哀的是 就被這群人給綁了 那原資這種人 在國民黨裡面 永遠都不會有出頭天